那就开始了 我就不说废话了 尽可能能保证大家九点半可以回家 所以我从上周开始的时候 大家可以尽量放心 你们下午睡点 讲讲现代主义的建筑历史 而且原本我觉得现代主义较历史其实有点奇怪 刚才我终于发现 就在一本教科登初的 《文化遗产保护的导则》里面 突然发现Modern Architecture 就原本我们叫做现代建筑 现在官方的英文翻译 被翻作近代建筑 所以它真的已经成了历史 但是 就不以为是它过去了 包括在咱们国家 讲现代主义的建筑史 仍然会有很强的学科意义 因为几乎在我国 其实是相当在世界上 绝大多数地方的设计专业 那么我们的教学的体系 所受教育的这个前提 价值观的建立 价值观的建立 基本上都来自于西方的 现代主义的建筑 那么我们这个系列是八奖 讲到第六奖的时候 包括第七奖 都会讲到现代主义的建筑 那么我们会渐渐的看到 这个时代如何开始的 以及这个时代的教育体系 是如何建立的 尤其在 我后面会讲到包浩斯 也会讲到 也会讲到现代主义之后 会讲到 多州奇景 海独克的Coopers Union 会讲到很多西方的 最最经典的教育套系 那我们会看到 我们所说的教育 其实很大程度上 来自于这些 相反 和我们本土的建筑传统 离的距离会比较远 当然这个不是好事 当然它也不是坏事 那么我们之所以会讲述它 是起码知道 我们的背景是从哪来的 在平衡我们自己 以及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机会的 可以作为参考 我们价值观的一个坐标器 那么现代主义的建立 这个题目我想了很久 这个电机 那也就意味着 既然它是电机 它一定不在郑富林以上 那也意味着 我们多数所了解的 现代主义的事情 可能 不是我今天要讲的 我今天要讲的 恰恰是 就是介于它是现代主义 和不是现代主义之间 那 这个时代 我们仍然不大容易 能够一言以闭 就是给它一个简单的评价 是因为它离我们仍然太近了 历史就是这一个东西啊 一旦它离近的时候 你能看到很多 但你很难评价 那一旦它离得远了 你越来越容易评价它 但你对它所知越来越少 那 如果我们沿袭对Modern architecture 翻作近代建筑的话 这个距离可能刚刚好 让我们能看到 比较丰富的 事件 与此同时 我们还能 开始试图去评价 甚至我们还能找到 我们在当前的这个 这个行业 学科以及我们手头所做的事情 跟这段时间发生的事的 千丝万语的联系 但是 你不要记得记啊 千万不要记我 我后面要说的话 我会试图评价一下 如果从 对人类的 不只是设计史 包括艺术史的 这个 改变 贡献 以及在现代主义整个这个时代 所诞生出来的 就是现在可以盖棺 所以盖棺起码他得死了 我们才能 才能有棺 他得死了一段时间 我们才能把 把这个棺给盖上 那么 可以盖棺的 明星 和数量 以及他们的成就 我认为现代主义这个时代 再过几百年 他应该会 获得 我们今天 对文艺复兴一般的质价 不管是 他作为一个时代变革 他的 先明的特征 包括他对既往的 传承与研究 我们更多的 会 会 会比较容易认识 现代主义作为 一次革命 一次断裂 与既往历史的 多袍外异 来了解这个时代 但是后面 这可能跟我过程气质有关 我更乐意讲 这些伟大的建筑处是如何 通过自己的本部传统 或者 无限的力量 那么 当然在他开始的时代并不辉煌 而且我们后面会看到 在现代主义奠基的那段时间 从18世纪末 主要是在19世纪 甚至到20世纪初 那么在这段时间 其实建筑学经历了 有史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这个危机是由谁带来的 建筑学真的差点死了 是由机器 是由我们现代人 被称作现代人 但是现在为了趋身现代这个词条 我们被称作当代人 那一直以来非常自豪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小学中学政策课 都会学机器工业 就是第一次物业革命以来 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的发展 那貌似所有的学科和领域都在发展 在现代主义之前 几乎每一个时代的建筑 都会有非常鲜明的实在特征 你能看到古埃及的 对吧 我们说到埃及 起码我们能想到几个符号 那么 古罗马的对吧 古希腊的后面 我们会不断地看到 文艺复兴的 哥特的 实际上 都会有它的代表 以及在每一个时代 建筑学作为一个顶尖的艺术 包括科学的 哲学的学科 它都是处在一个最核心的位置 那么 之前我听过 古代建筑是一个 知道 从中世纪开始 建筑师 Architect 就是上帝的代名词 对吧 就是如果 大家看过 有个电影叫 叫 哈克帝国 里面编程的那个老陶 他就创造那个世界的人 他的名字就叫Architect 但是建筑师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核心的 对于人类思想和艺术 那么每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看到 基本上我们 就赖以唤起这个时代 给我们印象的 几乎都是建筑 那到了大工业时代 建筑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事 就是在 在既往的历史里面 任何一个时代特征的出现 都伴随着 中国鲜明的建筑 将来有机会的话 我会讲一讲建筑风格 那么在工业时代 从机器大生产开始 人类开始 得以按照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 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 那么整个学科的人 都在等待着 这个新时代的建筑 它会 它会自然出现出来 像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一样 会引领这个时代的发展 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 但是等了很久 发现没有动静 那么真的很比较早的 能够描述的 我们知道莫奈的印象 当然这个原本没有名字 它叫印象 是因为 是因为印象主义 原来也不叫印象主义 他们原来没有任何主义 只是在画廊里面去展示他们的画 有没有人来 当时一位评论家 用以讽刺莫奈 他们画的完全没有构型 只是通过一些笔书 扑抹堆砌出来的 在当时认为非常糟糕的作业 然后在那篇评论里面 称它为印象 意思就是你没有任何具象 那当然印象主义 所以刚好就借用了这次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临机公关 由此称自己的艺术为印象 那么在这里面 实际上 我们隐约可以看到的建筑 仍然是古典的建筑 它带有些虚的中世纪古堡的特征 那作为在河流 它是几乎所有欧洲的典型城市的特征 你知道在英国有泰国是河 在法国是塞纳 在德国是莱英国 那么它有河流 那接下来就什么都没有 这种艺术形式它不够的现代 但是在里面 我们完全看不到 唯一复兴的艺术里面所看到的这个建筑形式 我们之前讲古代史书也讲过了 这几乎就是唯一复兴的大教堂的 内部的写照 对吧 会有一个巴西利卡 然后还会有个中兴 巴西利卡和中兴相互抢 相互争夺 文艺复兴空间问题 遗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是在现代主义 那时候还没有现代主义 在大工业时代 人们始终没有等来这一天 那么在所有的时代 如果我们都画不出建筑的样子 就是通过研究历史可以发现 几乎所有建筑的变革 都是从建筑材料的变革开始 起码几个重要的断档 那么技术总是 建筑变革的先行者 就诸如像 当古罗马人 在公元前两世纪左右的时候 发现了维苏维火山的火山灰 是有水泥的特性 是一种水硬性的交通材料 从此 罗马人的拱券技术 开始 获得了长足的技术 那么源源领先了 其他邻祖 以及甚至其他时代的这种 那么他也奠定了 罗马人在 在建筑上的基本的特征 就是武圈 那么我们看看工业世代以来 在材料与技术上的变化 是什么样的 首先是钢铁 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钢铁 所以 实际上 从约翰维金森 前面我们看蒸汽机的发展 其实是为 流水线提供了一个动力 这个动力可以把 非常重的东西 这个零件放上 流水线上生产 而且这个动力如此持久 可以让它一直在运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钢铁 这个 在西方既往的建筑室里面 钢铁一直在用 但从来都没有作为 主要的建筑材料被使用过 它会建筑于很多传说 就曾经有文献记载万事庙的前柱廊 是青铜的结构 但其实从遗迹的这个发掘上 很少见到纯粹的金属 金属建筑 那么在大工业时代 大炼钢铁我们知道 这是我国的版画 那么作为现代工业化的这个特征之一 就是钢铁 而且不只是钢铁的也对 那么对于钢结构技术的这个发展 也给人类的技术是带了巨大的变化 这是材料 但是一旦当我描述清楚材料以后 我们仍然发现 我们还是不知道建筑是什么样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过程 因为在现在主力以后 会出现一种 一种观念 一种价值观叫做技术成败 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 但其实技术本身解决不了任何的 一旦我们丧失了 作为人的价值观 任何技术 我也不清楚 那么 除了材料我们来看一看 技术 桥梁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大家有心的话 其实可以专门以桥梁为线索 我去考察一下文献里面 寄往任何时代也有进去 桥梁这个词其实就值得探究 首先叫桥 桥是描述它的功能 是指你要从一端到另一端 通常要通过某些东西 在古代最主要是河流 梁是什么呀 梁作为建筑师太熟悉了 对吧 上个东西这叫梁 咱们其实在一个转换层里 对吧 因为上面的这个结构位置 跟下面的结构位置 其实是 其实是不一一堆硬 所以需要巨大的梁 梁是用来解决跨度的 那一座桥一旦它已经有了梁 就意味着它解决了一个建筑里面 最重要的技术问题 在建筑里面 我们知道砌墙其实并不麻烦 对吧 如果小时候玩过积木 你要想竖着砌墙的话 你可以砌得很高 那你真跟一小孩说 你隔个半米 甚至三十分分的 你砌两堵墙 比如你想办法 把车钱给我连上 这就不是一个玩具的问题 它变成一个技术问题 对于建筑师也是 对吧 就是几乎每个时代的这个建筑的 它的成就 都可以被简单粗暴的 以跨度的 是多少比 用来重量 对吧 我们知道罗瓦的骨券技术 如此之强 强到什么程度 万神妙的 快度达到42 对吧 那这个成就一直没有被超越 一直到伯鲁仔列斯基 文艺复兴的第一位巨人出现以后 在弗伦塔主教堂 平了这个世界记录 对吧 那么再接下来另外一位巨匠 是米开朗基罗 仍然以42米到43米之间的 圣彼得大教堂的情景 平了统一记录 那么这个跨度其实 它描述的是谁呢 就是这样 包括我们 正常回到古罗马 平常在古罗马建筑里面 使用 使用鞏券之前 最先使用鞏券 仍然是桥梁 因为它的使命 这种构筑物 人类需要它诞生 它唯一的使命 就是实现一个跨度 它甚至没有美学的 价值观的任何使命都没有 它只要实现跨度 那么它一定代表一个 实在技术上最先进的成就 所以如果当我们描述不清楚这个 实在 它可能的方向 或者可能的这个技术支持 是什么的时候 建筑师其实都可以有一个第一反应的洞察 去看看我们这个实在的桥 桥梁工程实在做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大致的推出 这个实在之后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它在技术上的主要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 那么其实有机会吧 就是如果听过我讲古罗马建筑师的 就会发现到最后到它至高无上的成就 到竞技场的时候 无非就是把古罗马的输水区的高架桥 卷成了一个圆圈 它就是竞技场 那么在大工业时代开始兴起的时候 我们先看看桥梁工程师在干什么 著名的铁结构大师叫亚伦拉罕达尔和约翰·威金森 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座铸铁大桥 对吧 这个可以是作为建筑史上 用来研究现代建筑赖尔 从技术上诞生了它最基础支持 支持的这一刻 是新时代的材料 配合了任何时代都作为先行者的这个形式 也就是桥铸铁大桥 它的跨度达到了30.5米 这个是在此之前世界第二的世界纪录 我刚才讲了三个当时第一的世界纪录 是万神庙 弗林萨主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 三个穷顶 那这是世界第二的这个纪录 它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块 当然这个教堂 从规模上可能 穷顶规模上不仅前三个 但是它只发入门 就竞工了 那么第一座铸铁大桥就平了世界第二的纪录 我们可以在相同的这个建造规模上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轻的结构 那么到了19世纪 刚刚进入19世纪的时候 美国人詹姆斯·芬莱特 这个纪录破的有点狠 就把这个纪录翻翻了 达到了74.5米 突然它就成为 人类建造史上最大的一个跨路 而且这个纪录一破就破了30多米 对啊 这个纪录的领先程度超出了一座圣索菲亚大大堂 心脏不好的东西可以退场啊 后面还有呢 这只是一个开始啊 后边就是 我觉得看19世纪的这个技术 革新到现在仍然在挑战我的 精神承受能力的底线啊 但我们发现其实在技术上已经 发生了如此大的进步 但有一个非常非常逗的事是什么呢 以往在世界上 几乎所有这些最伟大的 技术的这个 这个实体啊 我们前面提到都是建筑对吧 到这儿 桥梁已经盖到了70多米的跨度的时候 建筑是在干嘛 这就是我古代史里的一讲啊 纷争时代 那个时候学院派的建筑是在干嘛呢 你认得这个吧 西班牙注释 因为这上面是石榴花 这是法国人呢 尚布雷 法国注释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上面是棕榈 棕榈 这是德国注释 有麦特尔和齿尔 英国注释 对啊 英超的符号都在上 然后以及 其他啊 当时的这个建筑 建筑是还在折腾这个柱头的 花纹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每次想到这儿我都会想到一句 好像不太相关的中科古画叫做 商女不知王国恨 隔岸以后唱柱头花 当然这个不是建筑师这个 尤其是建筑学这个学科的问题 实际上它来自一个非常尴尬的工业县史 我们知道工业革命 它之所以蒸汽机能推动的不是工业革命 而是那条流水线 突然它不用人了 有一个极其 极具能量的巨人啊 就帮着人类推着这条流水线 它能够不断的运动 那么容易被放上流水线的是什么东西呢 恰恰是手工一致 对吧 它从体量上 从它的特征上 它都容易被放上流水线去生产 但是建筑这个东西 粗俗一点想 它个儿太大了 这个东西没法被放上流水线 当然像砖啊 包括像石头构件 也在封建封建时代的行会里面 其实被预制了很多年 但它被预制了太多年 这个东西实在是不需要被放在流水线上 而且能在流水线上运转的这个 材料的尺度大小 比起建筑的建造的真实大小 它其实太小了 它碎的程度不构成 能使建筑完成工业革命时代的这个 工业化生产的这个 预制化生产的这个规模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状况 所以基本上任何时代 建筑都代表了 时代手工艺的最高水平 就是我们要评价一个时代 你的手工艺水平是什么样的 它一定云集了这个时代 最高超的手工艺水平 但工业革命它干掉的恰恰是什么呢 恰恰是手工艺 所以突然建筑学和时代的工艺 以及经济艺术突然开始 失去了联系 变成一座孤岛 而且不知道究竟有谁能把它救出来 其实也不是把它救出来 是在那个时代根本 人无法想象建筑这种东西 如何把它放上流水线 这个人类立场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庞然大陆 但是 总会有人做这些尝试 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仍然还有这个学科 要不这个学科早就已经饿死了 那么法国人 比如说我古代是讲的最后一讲 纷争时代 挑起了纷争的 也就是把意大利人 或者说是罗马人的后裔 从学院派主流核心地位上 拉下人位的那个民族 就是法国人 他们从17世纪末18世纪开始 一直是各种建筑学尝试的先行者 所以在现代主义以后 我们会看到大量看到法国人的动线 他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在教育上他们成立了巴黎理工学院 就是现在通常我们俗称 就称的叫巴黎工学院 那么这是西方世界 几乎最早的成系统的试图开展工程师教育的学院 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在整个建筑学学科里面 工程师同时是那些艺术大家 他们都是从各个画室 从艺术大师的这个 师门里走出来 最优秀的学生里的佼佼者 会被送进学习建筑学 学习工程技术 他们同时都是全台 但是在这个社会分工越来越 越细化的时代 开始 巴黎人最开始试图培训工程师 那与此同时 其实法国人就是最早我讲过的 他们成立了法兰西皇家美术学院 文学院建筑学院雕塑学院都有 那么皇家建筑学院即绘画雕塑学院 他们的后裔就是法兰西皇家绘画雕塑学院 这个它的英文是这个 我一直不太敢念我英文可以特别到够 那么这个在现在在学术里面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体系叫做包扎体系 就是来自这个音译 那么实际上最早就是来自于法兰西皇家学院的这个 这个直接的称谓 那么它代表的是更传统建筑学的这个教育 就是所有的这个设计师 但是当时其实没有设计师的这个这个称谓 那么建筑艺术或者说建筑建造者 要从要从装饰要从绘画从构型最基本的 艺术的基本功开始学习 那么这个其实 其实现在仍然存在这个体系 在不同的高校里面都有包扎体系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 我们在学建筑初步的时候 仍然有制图对吧 仍然会学习构成 学习某些美学法术 或者国外学习的是不是必要 那么来自于包扎的传承 那么另外一个传承实际上就是来自工学院的传承 它会更偏工程 就实际上所谓建筑师与工程师 虽然现在我们都叫建筑师也叫成功一工 那么建筑设计以及建筑工程 它的二斤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 那实际上一直到今天 仍然是这两种体系交织着 会形成现在的就是我们当代的建筑教育 那我国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有趣的状况 那么从政治的这个历史渊源上 我们跟前苏联学习的更多 所以在架设这个体系的时候 是更多的在学习前苏联以工程 以工程学科的架设来 作为整个建筑学的基础的这个前提 所以为什么到现在我们仍然就是 几乎所有的老八校 就是有名的建筑学院校都会开在工科学校上 几乎没有在综合性大学 以及在艺术院校 就是出现核心的建筑学教育的这个体系的这个状况 但是说它不核心并不意味着它不够好 对吧 老八校也不意味着好 好 现在这个会不会多数 那另一方面 我们的师资传统以及学术圆圆的传统呢 又来自于梁武成先生 佟俊先生 第一代中国的现代建筑的老先生 他们从哪儿毕业呢 美国的宾夕子法文亚大学 宾大都是典型的包扎体系的传统 所以说我国的这个建筑教育 如果说的不好听就是四不像 会比较齐强 但如果说的好听 它是极大成统 所以实际上 有什么好笑 所以实际上 这个前提并不构成好或者不好 大家孝心因为 大家会对我国现在的 这个学科 我国在行业里的地位 会有一个价值平坦 但这个问题 并不直接来自于这个基础价值 它完全可以带来非常好 而且它已经带来了很多非常好的东西 就像我们看到 今天在这堂课里我们会看到 非常多的矛盾和纷争 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矛盾 所以一旦当我们做的不好 只是因为我们不够好 那么这个二分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 它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现在就在经历的 建筑设计 工程设计的二分 那么继续回荡 短暂的插过了一下建筑师在做的事 这段时间就包括 您是在做十五公公培训 我发现以前在巴库建筑师 尽管自己也是一座 1820年到19世纪初了 我们看这些事 古老 它推进了熟铁铁链链剑 实际上因为 就是实际上这个 对铁铁这种材料的应用 是随着不断的 人家在发现它的抗拉特征 以及最大限度的去开发它的抗拉性能的这个 这个特征 所以它是扁链技术 建造了一座 我们跨 和威德河的跨度为115米的大长 这个已经多少几天了 刚才的记录还记得吗 70多米对吧 已经100多米了 然后紧接着 再下一次的记录到177米 十年后 法国人建造了几百座这样的大墙 不能说与巴黎工学院无关 那么法国人的开创很快波及全球 在那个时代 美国一直是一个充满动力 在那个新的时代 我们知道 包括像埃及上大量的发明家 是在美国取得专利 那就是说美国工程师 就是布洛林 美国人特别道 他们的这个 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 是在全世界做的最好 就是实际上 固执在那个时代 几乎在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 你如果是一个 有创造发明能力的一个宅男 或者宅女 实际上你最容易发财的地方 就是在美国 他先获得了这个专利权 紧接着他就造了一座大桥 这个这个跨度 敢说不敢想 243.5米 之后 他在 这个大家都认得吧 布洛林桥 实际上现在如果你要 你要你要 用来描述曼哈顿 就是就是就是这一带的时候 你通常都会一个航开 划过这座桥就是他 他的跨度487米 基本上是10个万人要 接在一块 还多挂了两个 那这里特别多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差不多一段技术 就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到现在开始 几乎所有的这个 铁质的构件都会成为 CNC的拉脚 都是手拉的 那么它其实它作为乔增的 抗压的 仍然是7度材料 是专属的 那么在这里 它是一个隔測式的技术 对吧 所以实际上它只 在这段时间中仍然是在探索 钢铁的可能性 那么一旦钢铁它开始 发展到现在的时候 建筑师仍然 还没什么动静呢 特别让人着急 但是建筑师也实在不知道该干嘛 这个东西 不认得 仍然在研究铸头的问题 那紧接着 从1860年开始 有一个管理学的巨头 叫做卡内基 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它做了一件 对人类工业史上巨大的一个贡献 是它通过它的技术管理的操作 大概在三四年的时间里面 把铁轨的价格 从每吨100美元左右 下降到每吨12美元 这就意味着原本作为 因为你要从这个矿石里面 把钢铁冶链流完 其实是一个非常高能耗 高造价的过程 我国在大跃进时期 其实有一个最有名的事 叫做大链钢铁 这个代表实在特征 杂锅卖铁 杂锅卖铁是从那时候来的 那么一旦一个高造价的建筑材料 突然飞进寻常百姓家 它的造价变得极低以后 它就具备了在大范围内被普及的潜力 所以在这里面实际上 后面我会讲科布 我不再讲卡内基了 科布西在走向新建筑里面 曾经提到建筑师要向工程师学习 有很多人认为他所指的工程师 其实结构工程师 设备工程师 包括建造工程师 其实不近人 实际上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 也就是其实人类的现代的管理学发展的时期 其实那些管理学之父 包括弗雷格里西 泰勒 就这些管理学的巨头 就都被称作工程师 就包括人类管理学的这个最早的 这个奠基是从钟表行业 因为他需要极其精确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需要大范围的这个团队合作 那其实是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的这个技术管理的这个前提 那么实际上就在之后 在整个现代主义时代 几乎所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 革新了这个流水线技术的都是工程师 所以在科布西在向工程师学习里面 他所指的工程师 有很多是这些时代的 他不见得是一个夹着尺子 在图板上画图 在计算这个技术问题的 那种工程师的想象 其中有百分之百分之百是 对此于卡内基的形象 一直讲到卡内基 这个刚才已经这么便宜了 但是建筑界特别让人着急 但是仍然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拿来带房子 因为他既有的建筑师里面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东西 那像上一点我在讲气质结构 发现其实从古埃及时代 一直到了现在主义时代 人类最习惯用的最擅长用的 仍然还都是砖 对吧 那么比较早的开始出现在建筑里面的形象 还是在巴黎啊 仍然是法国人都有贡献 那比较早是巴黎拱狼街 但拱狼街它最出名的地方不在于 就不只在于它作为建筑的先行者 它其实就是对于拱狼街的讨论 是对现代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的讨论 沃尔特奔雅明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 在艺术史以及社会学上都有极大影响的文章 就叫做巴黎拱狼街 那么在里面提到 但是我先讲一下前提 就是实际上温生然来自于工业革命的发展 就开始商品经济 就是这个商业代表到巨大的发展以后 其实过去的这个商业空间的形态 我们开始不能支持传统的商业空间 不能支持工业革命以来的新的商业规模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出现了现在我经常还有一个常见的 叫做步行街 实际上过去实际上你要进入每一个店面 才真的进入了商业空间 其它是一个交通的空间 它是一个城市空间 但在这个时代实际上需要有非常大量的这个城市空间 开始要承担这个商业商业用途 所以在这个时候建筑它最重要的这个功能是什么 就是遮风挡雨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当这些店铺要联合起来 成为一个大的商业团 你现在叫什么烧平落对吧 你就需要把这个公共的空间庇护起来 让它成为这个建筑个体的一部分 所以最早就开始 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原本它所有这些 这原来是知故天呀 所有的建筑的采光通通全都是靠这个 突然你如果盖一个传统的建筑的点 那一个什么呀 这条街就黑了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突然发现你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用钢 因为它足够的纤细 它通过这个杆件就可以实现这个跨度的搭接 然后再往这儿搭锅里 这样日光可以晒起来 它仍然是一个 从采光上 从工程上 仍然可以是一个 是可以 是可以一个获得室外质量 空间质量的地方 在另一方面 它又可以遮风挡雨 使这些原本作坊式的这个门店 开始成为一个更大的商业集团 那么在这里面 突然开始所有逛街人 就都会跑到这儿了 本雅明要讨论的 其实不是这个建筑学的问题 是一个社会心理的问题 因为原本 在现代之前 人和人的距离 其实是一个更远 更疏离的距离 尤其是 就是不同人的这个 相互之间所待的距离 实际上是跟熟悉程度相关的 就一般的不太熟的人 距人千里之外 对吧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一直到你成为亲密的恋人 他才有可能勾肩搭配 或者是好基友 但是在 在这个时代 在拱狼街里面 白亚明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是 人类开始渐渐的接受 不断的以非常近的亲密的距离 去不断的接触陌生人 这个在我们现代人非常正常的事 越挤的时候 还越逛街凑润了 对吧 但其实在于古典时代的人 就是十九十年前的人 这是不可理解的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 因为在那个时代 通常来讲你六宝对吧 都要找一个河边的地方 就不会 没有任何地方是拥挤的 就除非 平民区在 在战争时代 在特殊的时代 才会出现这种事 所以突然有一个地方 他有钱的人会去 而且你一直是近距离 极其亲密的距离 不断的更换着陌生的人 你一个都不认识 但你必须要忍受和他们近距离接触 那么渐渐的从开始忍受到 到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那么这种 白亚明当时对他的描述叫做战利体验 就是说很是人的一件事 那么人的社会心理从抗拒这种关系 认为他是很古怪的 都渐渐的开始喜欢这种关系 因为他必然带着富足社会的进步 就是带着认为被认为的社会的进步 他是更新的更时髦的这种体验 开始喜欢他 白亚明认为这个奠定了现代人的心理 里面最重要的特殊 那么他在我们今天 仍然有一个非常长途的反应 是只有被称作现代人的人 才会这么去做 甚至去享受他的作用 就是什么 蹦迪 蹦迪是一个纯现代的 哪怕在这个场合里面 你放的是古典音乐 哪怕是一群穿着古代服装的人 当他们近距离的和陌生人在一起 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 是纯粹的现代心理 这是在社会心理学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段障 那么从这一刻起 其实巴黎鼓王街开始 社会心理进入了现代主义时代 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各个领域都进入了现代主义时代 唯独建筑学远远的没有进入这个时代 对这个讨论有一特别有趣的 有一个下雨主演的电影 叫做《独自等待》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它里面有一个场景情节 就是那个下雨失恋了 所以它愤出激俗 它在一个蹦迪的地方 突然在那儿看 它突然想到 如果在这一刻我们停掉音乐 把灯开开 然后就开始演这个特征 所有人都在一块扭 一旦失去了这个气氛 这个光以及音乐的气氛 它这些人都在做一些非常古怪的事 其实这个不只是一个吐槽的 一个简单的思念玩笑 这是代表非常典型的 本亚人式的社会心理学的讨论 但是在现在于习以为常的时候 必须要 我们只能以一种更特殊的目光 去重新审视这件事 所以会把灯给打开 它害怕停掉音乐 但是其实在当时 在孔狼街里面发生的事 对于当时的社会心理来讲 其实就相当于一群 精神病一样的人 它会挤在一起 并享受这些过程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材料的异化 当然异化也是 马克斯特老人家提出来的 实际上人类对自然界的改变 那么其实真正来讲 就是当我们还不带进它的价值 评判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它是进步还是退步 那么真正比较精确的描述是异化 就是它被改变了 但是改变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需要不同的价值观带进来才能评价 那么随着材料的异化 我们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新的建筑材料 从来没有应用在古典的建筑形式里面 实际上包括孔狼街 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给接到盖子 那么钢结构除了在巴黎孔狼街 更早的时候被用在哪 被用在火车站 所以在其实在那个 现在我们在看这个时代 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研究建筑史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阵地 但是在那个时代 火车站的建筑被称作 它甚至不能被称作 它连房子都不存在 那么为什么是火车站 因为火车恰恰是工业革命的 产物 那么火车站是随着火车的出现而出现的 所以它是既往历史里面 从来没有过的建筑形象 那么当时不知道它应该是 是什么形态的时候 最早当结构只能够应该 所以曾经 如果在19世纪末 你盖了一座砖石结构的房子 然后有建筑评论家 说你的房子盖的就像一座火车站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恶毒的卖人画 你的房子盖的实在称不上是房子 它只是那么一坨东西 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异化其实非常有趣 这个理论是一个朋友 现在在清华当老师叫范虎 他提出的一个非常有趣的 他研究马尔斯 也研究建筑 他突然发现材料的现代性 是随着人类对材料的异化水平发展的 也就是最早的其实是岩石 对吧 所以自然界原本就有了 那黏土是什么呢 黏土实际上是岩石分化以后 实现这个东西 那这个异化的过程是大自然 这个过程自然出现的 对吧 那么从黏土到砖 开始人在异化它 对吧 那不管是我上爷讲的土坯砖 就包括当我们把土坯砖 把土坯放进窑洞里 把它烧成青砖红砖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人窑洞的这个温度来异化它 接下来到钢铁 玻璃温度 人类开始驾驭材料 总是随着对这种材料异化的温度的提高 对吧 所以就实际上现在我们看 貌似越先进的材料 越现代的材料 它其实这种材料 你需要它的这个 这个温度就会越高 那在这里面其实 它解释另外一个中国的 包括是 建筑不管从空间 从技术从各方面 看起来 始终在这个历史上 没有非常巨大的钻脑和电脑 它符合这个理论 本云木头 木材是一种 未经易化 它先天未经易化 它其实就是一个在自然界中生长 但它最终 它的易化程度也就是人的指导去雕塑它而已 那实际上它是一个最最原始 而又跟了人类数千人的这种建筑材料 那么其他的在西方 这个过程真的是随着温度在变化 那它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 准备什么西方的建筑史 它总是风格叠出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非常鲜明的这个时代的建筑的特征 但是在东方 这个建筑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会更微妙 就是它所传承的所稳定的东西更多 所以建筑史是不是有明确的变化 并不描述建筑史的好坏 也不描述这个民族的建筑传统的好坏 描述它真正是它能给我们多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本土的建筑文化 会被人藐视 甚至被我们自己藐视 其实来自于我们没有能力从里面 获得足够强大的利益 但并不在意料 这些传统里面没有足够强大的利益 那么在这个异化里面我们看到了 其实今天我主要会围绕着钢铁玻璃和混凝土 那么混凝土还好 它长得像石头对吧 就在我们广东话里我最近才刚刚知道 广东话里面叫水泥叫混凝土 称作石屎对吧 就石头拉的石 但是干了以后还是石头 那么在这里其实钢铁和玻璃 它是对人来讲非常陌生的材料 所以当人习惯了既往建筑的样子的时候 其实要有新的材料 原本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么最早 比较彻底的用钢铁玻璃的是什么呢 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 现在叫世博会 过去叫做万博博卵会 我觉得过去的名字更好一点 这个设计师叫做帕克斯顿 但是它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建筑师 这个其实它为什么会盖起来 是因为这个世博会的特殊的任务出决定 当时这个世博会我们知道 决定可能几年时间就决定了 决定以后马上就要开了 开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跑到这来 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叫赶集 全球范围内的赶集 那你一定需要巨大的空间 场景有好多人会在这儿 你就需要房子 所以要求这个容量巨大 但是你一借一借开完以后 你没有这么多人了 你就散了 所以它要求这个结束以后还能拆掉 但是它第一个是因为 因为你其实一般都是临时决定的 它不会说 十年前我决定十年以后 这个万部博览会再开 十年以后当时尤其实在比较动荡 十年以后有没有这个国家都不知道 所以它说工程要迅速完成 你一旦确定了以后 你可能今年确定后年就要开了 但是你要知道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建筑 对于建筑师那时候建筑师来讲 我们讲实际上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这个 共产组织奇迹之一 圣索菲亚大料堂 三十多米的跨盖路五年 已经是人类建造史上的奇迹了 你突然说你要 一两年时间你得把 给我把这个盖完 其实当时觉得不可领域 然后你要快 你还要容量巨大 然后还得能拆这个 所以当时建筑界就认为这个任务 完全是一个玩笑 就不要往心里去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能够投标成功 但当时有一个家伙呢 帕克斯顿 他是一个园丁啊 他的职业生涯是干嘛 就是干暖棚 暖棚我们知道就是要让日光进来 你不能让这个苗木受风吹雨打 然后冬天还要暖化 所以他要被庇护起来 因为你是种田啊 如果你真的有大量的结构 会沾上大量的土地 他跨度必然会表大 然后帕克斯顿看到这个任务书 他在想我整天干的不就是这件事 然后他就去投标了 他投标以后也没成悬点啊 他就中标了 他盖的这个大暖棚啊 大花棚 是以78英尺的这个杆架 这个铁杆架为基本单元 在这个魔术下呢 就是从这个二十四到七十二英尺啊 就全都可以 所以这个跨度你看二多米的跨在他这 是完全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东西覆盖了九点三三万平方米啊 九公九多 这个很可怕 对他来说这个这个对吧 就是就是 农民伯伯基本上 都是找他来盖数万 数万平的这个田地嘛 所以对他来说也没什么 四个月都完工了 你要知道人物第一时 地务人一年啊 他干的就是这件事 而且因为他都是平板玻璃和金属杆架 你盖完了随便拆 拆完以后他盖值多少钱 拆完以后还值多少钱 你也能把他挪到别的地方 他投标了 而且他远远超出了 当时在写这个任务书时 人对他的期望 所以当时帕克斯顿一时之间 就名声大噪 就搞得整个建筑界 非常地恢复复连 你们这些废物对吧 吃着国家的惊分 作为专家 你们都对吧 就是一个园兵跑过来 把你们全都给灭了 所以当时整个欧洲的建筑界 都在想办法说 大家怎么来刁难一下 帕克斯顿的这个方案 他们终于想出一哲碍了 在那场地上有一棵树 那帮建筑师也挺损的 但是你要知道 以当时的建造技术 就是说 用专实的建造 其实它需要基础 要下的更深 对吧 对场地的改变要更大 一棵树就有不住 但是那些建筑师 突然开始 就是环保之身 游然而生 伴随着对帕克斯顿的仇恨 就是说 这棵树已经长了这么多年了 你不许把它给砍了 必须要保留这棵树 然后大家激长庆祝 说我们终于把它搞死了 帕克斯顿 觉得这个 提的这个要求是情理之中 但他们忘了帕克斯顿 他过去做短棚 就是干嘛用的 就是在里面种植物的 对吧 然后帕克斯顿 发现你们懂房啊 对吧 他说这样吧 我在中间这一块 起一个鼓 让这棵树 就能呆下 而且阳光还能普照 你只要浇点水 这棵树该怎么到 还怎么到 然后当它起了一鼓以后 突然发现 它营造了一个 在波州立场 非常伟大的建筑时代 哥特建筑 巴西利卡式的 神圣空间 而且与之不同的是 它晶莹剔头 最近大家可以去找找我讲 我讲哥特建筑时代的那个 哥特建筑 所有的哥特整个 那几百年的建筑师 他挖空心思想干的事 什么样 那件事叫做去物质下 就是希望这座教堂 看起来像不是用物质建起来 它要不够的轻 所以才折腾出像树柱啊 就是拱类啊对吧 就是彩色玻璃啊 所有这些全都是为了 削减这个建筑的重量 突然有一根根根 但是它是这么一个大 于是它被称作水中 从这儿建筑师就已经灰头土脸了对吧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标 没有建筑师能投得下来 而且貌似将来再也投不下来 紧接着刚才看了跨度 以及这个材料的应用啊 我们来谈一谈高度 虽然建筑并不是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游戏啊 但是有多高度快多强 往往它会反映这个时代的建筑的技术特律 在物业楼应用到来以前 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建筑记录 是146米的胡佛金字塔 古埃及时代的 所以建筑师这个团体 真的是出息不是特别的大 就一直没有人能够超越 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叫埃特尔的人 站出来做了一个他的作品 也是一个构度啊 也比较剃透啊 你知道金塔是一些实施的 就把这个记录翻了一翻 当然比起这个跨度的记录 仍然不算什么啊 你们还记得就是 马上就大跳不到400多米左右 所以这个高度 但是高度它往往是更大 因为它最大程度上要最高重的 这是在地球上 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 以后人类开始描述清楚的 一个建筑最大的敌人就是重力 而且这个东西攻击也非常快啊 而且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 那因为埃特尔铁塔 它在那个时代 也要现在它有太多的争议 所以它会站在最前台啊 实际上就在 其实在埃特尔铁塔之前 1867年的时候 巴黎世博会 就已经有35米跨的机械馆 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跨度 其实是桥梁跨不一样 那建筑跨度 光机一出来 也就破了 这就是沙特尔铁塔大加堂的记录 到1889年的时候 这个还是机械馆啊 机械馆的展望 就跨了一百多米 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都是工程师啊 建筑师开始 已经完全不忍心看这些标书了 是吧 就是一开始埃特尔铁塔一个大嘴巴以后 到现在就仍然还没有回过神来 然后埃特尔铁塔的建造 因为要纪念法国大革命一百多年 于是决定建这个塔 那么它的工期也非常可怕啊 设计是1885年春天定稿了 87年就把基础完成了 然后紧接着在一年之中 盖到200米高 但是任何古怪的东西出现的时候 就它一定会受到 因为我们知道 文化是一个更怀旧 充满乡愁的一个原因 那么实际上 当时巴黎的整个文化界 未知震动 就是巴黎一个 用这么多年历史 然后缔造了这么多 传统的文化辉煌的地方 尤其在现在它在艺术上 也如此的辉煌 怎么能出现 这么一个粗糕的东西 它究竟是什么样 所以当时 就是像莫波苍啊 佐拉小龙马这样的 就是数百个文化界的精英 大男们就开始联名给政府写信 说这东西不能盖啊 就是丧天入国啊 这盖起来巴黎就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吧 就是这个就是文化人是不能忍受的 但是这东西 现在也是这样对吧 就是 基本上 文化人说话是 十年屁都不丁的 所以这还是带起来 但是当时我们可以看到 法国主要的主流文化 对艾克尔天下的观点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土老毛 土包子开了花 就是这样 然后 莫波苍当时 莫波苍当时 其实当时是法国的国宝 法国文化界的这个这个领袖啊 他当时就卖了一天老啊 他跟政府拍桌子 他扬言说 如果巴黎如果建成铁塔 我要永远离开这个城市 你们怕不怕 就算还是盖起来了 然后莫波苍盖起来以后 实在是没有什么台阶可下 巴黎实在是挺好的 他不想奔走 他整天跑到这个库灯下面来喝咖啡 然后就会有人说说说说说 莫老您说过啊 这个铁塔盖起来你就 离开巴黎你怎么还在这赖子 莫波苍给自己装修了一下这台阶 他说谁让这里是巴黎唯一 不如说你标新利益就是好 所以现在我国广泛的在提创新啊 创新真的不代表好 而且它更 它有更大的不好的风险 因为像无缩的社会企业 基本就是从法国 法国也是一个大革命的胜利 对吧 对国度除了盛产 在当时盛产工程师里 又盛产革命的 后边我会讲讲革命的 革命挺好的 但是建筑里面的革命 真的是每次都是套走 这东西九十三里高 对吧 就是雕塑家其实也搞不定 这个还是埃菲尔在里面打了一个 钢龙虎 然后外边 是不是雕塑家 叫做巴克尔鲁 附了一层铜笔 不是实心的 要是不可能运到美国去了 多寒 这是埃菲尔做的桥 基本就是一横过来的埃菲尔铁塔 而且它如此之轻啊 实际上 基本上当时的跨路就是这个 而且双层走的 下层拉杆 既然你有埃层拉杆 你为什么不让它走车 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整个我们能放进建筑师里面 讨论的这些工地 跟建筑师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终于建筑师整天盼着这些工地 终于有一天水晶宫出事 这是当时的报纸 报道是水晶宫吃火 所有建筑师击挡相庆 我发现这火是一吃吃吃吃吃 我不知道是不是建筑师会放的火 哇 你看 着火了 突然开始发现 钢铁这个东西 它不耐高温 你本身就练出来了 建筑师突然发现建筑师 我们看到希望了 终于能把这些土豹的工程师 拿下码了 因为它会怕火的 我们专实的建筑 它其实耐火性能会更强 大家去看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里面的不同材料的耐火时间 一般普通码也是五多小时 一般普通码也是五多小时 但是高兴不了多久 与钢结构 长度发展几乎是平行 另外一种 我上节讲气节构的时候讲到了 叫做波特兰水泥 也就是现代普通灰三原水泥 是被一位奸商 因为抢修灯塔 奸商往石灰石里面掺了黏土 我当时用了头皮 把石灰石连着黏土一起烧 烧完以后 波特兰水泥申请了专利 从此 工程技术里面的灰泥 就具有了耐水性 然后紧接着 建筑设计发现灰泥 我们用了这么多年 钢结构我们不熟悉 灰泥我们还不熟悉 但是恰恰是 钢铁不是怕火吗 对吧 然后有一位 还是原因 我不知道是不是命里相克 谁有事情开始 现代主义之前 建筑界受到最大的挑战 都来自于园丁 一个法国园丁叫莫尼安 他整天做花盆 花盆要干嘛 是你得防水 然后你得薄 他突然发现 我拿这个铁丝 握一个笼子 像纸巾一样 然后过去的石灰是不合适的 因为石灰 其实是石灰 杀浆是怕水的 气氧性的浆银材料 突然有多特兰水 他发现把水泥 固在上面 做花盆又清 个儿又大 造价又便宜 性能又好 防水性能 什么都特别好 他拿这东西做花盆 申请了专利以后 开始盖房子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呀 钢筋混凝土技术 对吧 里边的铁丝 其实就是钢筋吧 提供抗压性能 对吧 然后这个水泥 实际上就是 一旦它跟石头结合 其实作为沙浆 我们就是细土料 它其实抗压性能特别好 这俩东西真是天生的一段 钢材抗压性能 水泥抗压性能 它们俩的这个 层脏系数非常的接近 然后水泥一旦 或者水泥一旦 或者水泥土一旦被 护在钢材外面以后 可以替它防火 替它耐高温 所以一旦它们俩结婚了以后 天下无敌 就开始 紧接着各种专利 所以就如雨后冲水一旦 就开始出现了 然后建筑师突然发现 过去 它们只会用灰泥 来连接不同的气块材料 所以尽管沃特兰水泥出现了 仍然 建筑上最伟的态度 就仍然没有带着它们玩 这比较早的 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 就是作为建筑师 要用抗凝土盖房子 基本上还盖上那样了 其实这个已经不是种 已经不是种结构了 因为它是一个混凝土整体的 就是它在 拱心石的位置 其实根本是一个缴节点 从建筑上 所以尽管它是原固形的 它仍然是一个平量结构 所以就基本上 还会把它盖得像 像种结构时代一样 但看看工程师在干啥 对比一下 这是一飞机场 建筑师一定 当时建筑师一定接不了 飞机场的项目 这个跨的建筑师是不可领域的 但是飞机是有两个大翅膀的 这个东西建筑师一定不行的 工程师就已经盖到这个程度了 然后紧接着 因为火凝土可以跟刚才 凑在一块以后 然后就开始出现了三跨 跨了将近一千米的这个桥梁 现在想不想就有点逆天呢 那么这个就是 现代主义奠基那个时代 建筑学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其实或者说 不是建筑学所面临的问题 是建筑学根本面临不到 没有资格去面临那个时代的工程师的问题 那么一直到现在 富乐 但富乐并不是电极时代的建筑师 它其实是个90后 1890后 那就是 我们可以用这个计 因为我们要知道 实际上 后面我下一段会讲莱特 莱特是个66号 然后像 格罗皮乌斯 科呼 密斯 他们仨都是80后 都是1880后 所以就是 就基本上 富乐是90后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比现代主义 最核心的那一队批大师 其实还要小了十年 它跟阿瓦尔阿尔托的这个岁数 差不多了 所以它其实不是电极时代 但它是一个写照 因为讲到后面的时代 我不会再讲它了 它是那个时代遗留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 就是工程师用它的工程所带来的美学 一直在跟建筑师叫板的一个写照 所以在这里面 富乐是续写了工程师的翻题 您不要没听明白 你们出去散家 说张艺奖 说福乐是现在的电极时期 就是这个家伙 是南伊利诺大学的设计学教授 教杰作的 这个家伙 他一辈子的事业 就是这根二立板 一根二立板 三根二立板 形成一钢片 上古结构力学 上古结构力学就学过这个 然后无数个钢片 可以形成它想要的一切 二立板是基本单元 三个就是一个单元 然后无数个小 构成大一构 它可以构成无限大 所以这个其实富乐 它发展出了成熟的 现在我们也用的绑架 但我觉得特别可惜的是 到现在为止 我所见的绝大多数的绑架 还远远比不上它刚刚诞生的 这六七年的都是在室伯会 对吧 美国馆 其实里边这东西根本都不重要 这壳是富乐做的 原型的寿命会非常的合理 在这里面 一个枉架的球体 所以就是我用以形容富乐 它主要的特长就是照得住我 这是阿基米德说的 只有一根杠杆 我们翘进地球 富乐给它无数个二立板 它可以照顾一切 这是二十四级六十年代 上十四级六十年代 日本的富商 在日本富商买了一个岛 大家知道岛 周围都是海面 海面上的风压非常的大 因为水面是基本上 就是建筑场景里面最光滑的表面 所以当大面积是水面 跟海面的时候 那海风会非常的强劲 因为它没有任何摩擦力 古岛来消解这个风量 所以就是那个岛上之所以能 一个富商再富 他能买一个岛 那岛实在不适合人居 风太大了 然后那富商就找到富乐 听说你世界上最照顾的工商 都买了一个岛 风太大了 你能做一照 一会儿把我去城里照 富乐就终于接到了一会儿 真的可以照顾一切 特别可惜 那日本富商在这项目 在理想阶段就死掉了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 实际上最大的乱点就是什么 当然富乐没有得意 实现他的这个理想 但是 当初富乐 在伊利诺工学院讲课的时候 做一个工程师 几乎 整个美国所有建筑学 学科里面的学生 都会去逃课 去听他的角度 这个就是建筑学的教室里面 闷课多趣 但是 万人空巷 全都跑去听富乐的这个课 而且建立了非常狂热的技术存在 那么这个是 我们看到的 比我们最近的 一个工程师 研洗了现在的电机时代的 这些时代特征 当然会给我们警醒 而且富乐本身 它并不只是一个 任何技术 就之前我会讲 技艺 那么技术和艺术 它 其实都是树 它任何树是 当你把你的树 发挥到极致的时候 它一定会进入 艺术和哲学的高度 那么任何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庄子里面 绝没有艺术家 也没有哲学家 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 普通人 对吧 刨云解游 卖油工对吧 所有 但是一旦当你把你手头 是做到极致的时候 它一定会获得 哲学的评价和高度 而这个人本身 他一定会成为哲学家 富乐其实他写了很多东西 《月亮酒店》 思想与整合 就是包括了很多 乌托方法 事业直觉 实际上有很多是尸体 有很多是 充满哲学思辨的三分之 就是我还真找到了《月亮酒店》 所以《月亮酒店》 在国内是哪一样的 有些同学可以去读读 所以 这是为什么 我对绝大多数的建筑师 会吃品材 会吃保留意见 但是对于有些技术上的 精通某一门手艺的将军 总会怀着憧憬 所以到这儿我们看到 技术如此强大 强大到建筑师无法超越 但是我们俩从技术做到什么 因为在之前所有的我们发现 技术一直在追求更高 更大 更强 更快 对吧 更便宜更轻 所有这些更以外 但是在更之后 它究竟能给人带来的 没有任何一个 我所讲的桥梁 埃特尔铁塔 自由女神像 包括 世伯会那些管 包括我 他照得住 但究竟他要照顾什么 他要把他照成什么 这个时候没有人来回答 所以 在这儿 我会开始以这一页结束工程师 可以拿来歪歪的 这段历史 因为事实证明 今天我们还坐在这儿 建筑学并没有因为 技术的发展移 以及建筑师 在那个短暂的时期 跟不上时代的角度 而消失 正如我们今天看到 建筑师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没有人比我更感谢这件事 结构工程师也被证明不是万能的 他们能用高车的技术盖起人类的器官 但是 在若建筑的跨度更大 高度更高的时候 工程师并没有建立起 评价这些高大建筑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标准 当建筑只能用来炫耀技术 而失去了原本深厚的思想内反的时候 他就只能重蹈八边塔的覆辙 陷入如休止的地方 你们要知道 人类历史上传说中 被盖的最高的一座建筑 是八边塔 他几乎带来了人类 在基督教的这个传说里面 所有的混乱 而且这是人类历史上传说里面 最著名的一座烂尾楼 他烂尾楼 所以接下来 所有的技术准备已经完善了 我们要看看 现代建筑是如何崛起的 但崛起的时候 仍然回到这儿 我们突然发现不那么震慑人类 现在 我们会看看 从希腊哥特式到辛克 辛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现在的电极时期的建筑师 这是对美学与技术的双重审判 刚才我们看到了技术 但我们发现 技术并没有建立起美学 它只是开始让我们 反思过去的美学 左边的这一幅是 是叫做 叫做 歌特多黎克 歌特多黎克 这叫多黎克 歌特 是多黎克 所组成的这个树柱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巴伦克大师 在瓜里面提出来的 右边这个叫做 克伦特 他所做的一个非常典型的 被称作希腊歌特式 因为歌特是一个什么写照 歌特是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 纯技术自身表达的写照 因为它不模仿既往以来 任何的这个建筑的形式 对吧 它的这个技术前提是来自于 罗马峰的巴西利卡 但是它从表现 完全颠覆了 罗马峰巴西利卡 更厚更重的这个 这个外观 空间体验的这个表现 使它走向清理 然后另一方面 它整个的这个表达 包括外面的这个肺腹壁 包括它的中卡 尖卡 所有这些都是 都是最初有一个技术中心 并且直接表现这个技术功能 那么希腊是一个什么样的 希腊建筑它最核心的特征 就是希腊的建筑先贤政 执着的要用石材来模仿 古代物构建筑 所以 所有的这个 这个古希腊的这个神庙 就是作为 煤凉体系 把石头做成煤凉体系 是很弥天的 所以它在技术解决上 极其不存在 但它几乎 奠基了整个西方的这个建筑 就是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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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特建筑的这个技术表现 以及古希腊的这个文化传统 双层的夹活下 建筑师 这个群体开始寻求 某些可能性 比如说 希腊 希腊的这个 极其理性的 美学基础 是不是 能够跟 哥特式的这个建筑 技术的传统 杂交 所以这是 杂交出来比较早的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建筑要素 这都是 希腊制的 但是它是一个 哥特式的教堂的形态 但这只是一个 最粗暴的杂交 一定是一个初始形态 你真正开始能看到一些 哪一种 是克劳都配过 这个之前我讲 分钟时代的时候讲过 它是法兰西 皇家建筑学院 两巨头之一 一个是 弗朗索瓦 古龙代 另外一个就是 克劳都配国 两个是水果书 这个阐释 推介大家读一本书 叫做建构文化研究 是 弗兰普敦写的 就是 王群老师翻译的 在里面讨论 希腊科特式 非常重要的就是 配国的文汉 但是 都是技术图纸 尤其是 就是听我 食物图绘研究 的同学 在这里 它显示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发现 它从外观上 希望创造的是 三角形 山花式的 煤粮体系的 来自希腊传统的 这个 气图建筑 但是它的技术实质 是什么 我从里面看到了 统研究 我们讲到了 最大限度能发生 就是能发挥 气体结构的 这个跨度优势 就是统研究 就是统研究 到今天 对吧 到路易斯康斯 实际上 会希望做统研 然后另一方面 里面会有大量的铁金 起到拉结的时候 抗拉 对吧 因为统研它 自然会带来 侧褪力 那么实际上 在一个希腊式的 三角形 山花式的 这个外观后面 催动它的 并不是希腊人执着的 这个真实的 梅良体系 而是统研 加上铁金的这个体系 外面我们会把它给照 所以意味着 它的技术实现 跟它的美学表达 开始出现了 非常严重的二层 这个二层 只有从施工部里 才能看得到 但这个二层 极其重要 包括图部落的 我们能看到 就是基本上在这里面 一个三角形的山花 柱头柱式 所有这些东西 就包括我们看 眼口线脚 做的都非常的地道 但是在它里面 吹动它的实际上都是 动权 和铁金 在这个时候 建筑师已经开始 在应用比较先进的 符合这个时代的 有技术优势的 这个建筑技术 但另一方面 对美学的评价 仍然停留在 对古典建筑的 这个评判的基础上 任何时代都是它 没有任何时代的建筑美学 可以超越 本时代的传统 那么普京对这事儿的 推进非常大 普京是 哥特复兴的 最重要的这个 理论家之一 他其实是一个 文部协会的会读员 所以他一辈子 他赖以谋生的工作 就是画那些文部件 但是他在业余的时间 就会搞一些理论 在这我们看到 他有复兴哥特的形式 但他的复兴的模式 是发生深思的 非常哥特对吧 从空间模式上 可以看到 巴西利卡 对吧 两边的开枪 我之前也讲过 巴西利卡 其实这个结构模式 中间的中间会特别的高 因为高 他的跨度大 然后他的整结构 就会带来这个测推力 没有测推力 所以他两边的墙太高了 会倒 所以会有这个 非伏比辅助他 对吧 那带来了两边的测推 就出现了奇马蚁 三开枪的单元 巴西利卡的空间模式 但我们看普金的这个图里面 他是一个三角形的木航架 木航架是没有测推力的 所以意味着实际上 他是一个 纯粹的哥特式 这个巴西利卡的空间模式 但他从技术上 他并不带来测推力 他甚至其实 不是一个拱结构 但是我们觉得 特别有趣的是什么 他那个的调点是拱结构的 也就是意味着 我们走进这个建筑的时候 看到的是一个 三开架的拱结构 但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木航架 它的结构实质 是被掩盖起来 对吧 这个做法 现在有一个 在行业里面 但是一般都不会 用这个数理来形容 历史建筑 尤其是用来做理论讨论的 但是 他特别传选 叫做调顶 对吧 那么普京也讨论了这个 这个事儿 我们看到其实都是 木结构 这我们看到 一个典型的 这个 这个三角形 这个 这个 这个木架的这个 模式啊 还有这个 这个斜称 就这些 就这两个其实 从木结构上一模一样的 但对它可以有不同的诠释 当 当你用这个 拱券的这个 吊顶和内表 一装修它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 格特式 对吧 当我们吊一个 平吊顶的时候 它就不是格特式 但在普京那 只有格特式 都不是格特式 但在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 建筑师 或者说建筑理文家 对建筑形式的讨论 成功的 绕开了建筑基础 但是现在 我们很多教育 不会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的形式 如果不跟你的技术 结构 发生关系 是件糟糕的事儿 你的建筑不是好建筑 当形式跟结构 跟技术模式 发生有机的 打动人心的关系的时候 它是一个好建筑 但不意味 你发生了关系 就是好建筑 也不意味着 不发生关系 就不是好建筑 安东理解了 谁要发布发生关系 要看这个关系 是不是值得 被写进的 美学 梁山伯 朱英台 也是在发生关系 大家都觉得很美好 但西文庆和潘金莲 其实 关系的实质 非常的接近 但是我们的评价 就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 关键不再也没有关系 实质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其实 从这儿到这儿 它的操作实质是一样的 只是来自于不同的价值 在这儿是什么样 拱圈结构是一个 被认为是一个 不好意思放在明面上的结构 所以这里面都是拱圈 什么铁锡 麻结什么的 你死活要把它做成一个 三角形 木横架 所导致的 希腊式的这个形态 对吧 它只是用希腊式的 这个没良体系 来掩盖这个拱圈 在这儿变成什么了 在这儿倒是一希腊式的 对吧 这个没良体系的一个 一个结构实质 但是建设师会用一个 会用一个肩骨的形式把它给照起来 所以在不同的价值评判下 我们看到的完全相同的操作 这些都是对现在的变迹非常重要 后面我们会渐渐的看到 尤其我们之前看到 结构工程师的 是否鲁锡之血脑 建设师从 当然在历史上 不见得有一个清晰的路线 但现在看起来 其实建设师真的绕开 结构工程师干的事 讨论一下自己擅长的装饰手法 其实非常不重要 所以后面 今天我到最后会讲到鲁锡 也并不意味着没有装饰就是好建设 有装饰就是糟糕的建设 反之毅然 那么渐渐的当这些讨论开始 不见展开的时候 一个叫做辛克尔 所有伟大的建筑师 他都同时是老师的 一名是建筑师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是把半圆形工 上多讲吧 对吧 欧洲工 以及这个瓶券 杂交了一下 杂交的这事不是他干的 是原本就有 就是叫做鲁锡用瓶工 这是一个杂交 辛克尔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把这种瓶工 变成一个旋转型 把它变成了穹顶 把它变成了红顶 而不是一个单纯 纯的这个洞口化 我们看到 就上次课我讲的 加泰罗尼亚管 是应该是西方 技术史上最优秀的 拱圈技术 就是它又不够的平 然后实际上 它又不用真正玩 对吧 结果不够的轻 那么辛克尔干了一件事 就把加泰罗尼亚管 跟鲁锡用瓶工 杂交了以后 带来了一种结构 因为加泰罗尼亚管 它仍然在 拱心的部分是最高的 而辛克尔在 量度加泰罗尼亚管 其拱的中间 加了一段平权 这个是 当然 这个做法 它有很多实质性的意义 比如说 当我们 希望用一个拱圈 来实现这个结构实质 而另一方面 我们不希望拱的 这个矢高太大了 这种杂交就不见得 非常严厉 那它其实做的更有名的工作 是这个 所以我放这个 其实 这个有关键定义务 但是 就所有伟大的建筑 它一定会 技术技术 因为建筑本身 它其实就是一名的技术 那么 它做的这个国家剧院 看起来很古典 实际上 它也做了一件事 实际上它从体量上 并不属于任何古典的建筑 但是它其实非常强烈的 要把做的外面 所以 在这个国家剧院里面 它的内部 才是这个建筑的核心实现的实质 而在它外部 是它希望表现的这个表皮 所以在这里面 它会用巨大的这个 这个柱廊 以及在侧面 其实它已经完全是封闭的 因为是居院 居院是不能开场的 对吧 那么在这儿 实际上已经是完全封闭的 但它仍然在这个封闭的维护上 执着的在做柱廊 所以但是我们看到 它其实坚持要在这儿做一个柱廊社 灌通式的这个壁柱 用它来影射建筑的结构 是这个框架 但实际上真实的建筑结构 跟这四个柱子 是完全不对应的 它可以在这种位置 因为这个 既然完全是强体维护的结构 它的结构完全不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四个柱子是给人看的 它是从视觉的印象上 我们体验的那个结构 这个呢 反过来 它的外部表达了它的真实实质 这个叫核心脑教堂 它的实质是什么呢 当然从外面上我们看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 就是貌似中世纪的教堂 因为有两个钟楼的 看起来是巴特利塔 但其实它的构造上面 非常清晰的说明它的结构模式 我们看这个 这像上楼讲的叠色的 当一个建筑在不同的位置 在外面有这个的时候 一个是里面什么 它会搭接木构像 所以它在这儿直接就说了一件事 是我这个里面 是一个木材密凉平顶的 或者说平楼板的这个结构 外面其实它就只是专墙 一旦它是一个平楼板的结构 它就已经直接告诉我们了 尽管这个洞口是链圈的 但是我的这个结构 其实完全不是一股结构 当然这个表现 这个有些我在讲 它某种程度上可以给成多透明镜 它这种透明实际上 更多的行家看的 甚至很多行家可能还看不到 所以它在外面非常忠实的 在反应这个建筑的技术所 呼唤它会出现的某些构造的特征 但一旦到了里面 它改了两版方案 它一定是同一个结构框架出现的 你看这个竹堆 竹堆其实一对应 包括它整个开箱跨度 它是完全 如果现在我们说 它的这个土建的部分 其实是一样的 结构框架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实质在外面 而它真正在做的 这个表现的这个核心在内 它给了两版方案 这版方案更接近罗马上的 它在表现股权的后部 它会让所有的这个 这个构架显得尽可能的厚重 来表达它的这个建筑的体量 在这儿是一个 纯根科特式的表达表 用数数和纤细的领域 会把它变轻 所以在这儿一个人 从星科尔这儿 就不存在这个所谓 技术真实 以及表现的这个始终如一 实际上技术实现 也技术实现的逻辑 那我要表现 也都我要表现的逻辑 所以这两个截然相反的 这个内部表达的 切记内部的这个 这个表现的逻辑 就能看到实际上 到星科尔这儿 建筑师已经非常成功的 把技术实现 以及它的这个 外观的体验 人对它体验的表达已经 截然二分 就这个二分 它后面都会变得非常重要 那到这儿我们引入了 开始进入比较理论的这个部分 建筑学概念里的一组分离是什么 结构逻辑 这些分离 与外观形式的分离 在星科尔这儿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这个分离 直接引来的是 当借由这些 我们可以开始重新审视 启蒙运动 给我们带来的遗产 但是这个遗产就发现很快 它启蒙运动实际上给建筑带来的正向 也是非时代 非地域 非技术 纯粹建筑形式的判决 是从这个时代来的 在之前 从来没有如此清晰的切割过这几件事 因为所有的建筑形式都是实陆交流的 那么 启蒙 这个在英文里面叫做 Inlightment 请原谅我不得不念一个英文 是因为这个 它其实照亮 因为在整个启蒙的这个 就是有一本书其实特别好 大家可以去看 叫做启蒙运动现代性 是一本论文解 就是其实各个时代人家讨论启蒙运动 同时讨论启蒙运动于现代 那么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照亮 它指的是理性之光 可以平等地照亮每一个人 理性指的是什么 现在很多人会把科学跟理性 就是直接画上等号 其实不是的 理性是非实证的 但你仍然坚信它存在 所以其实理性它 比如说柏拉图 现在就是柏拉图的那个 就是理性观念 那当时被翻作理念 但理念这次 现在已经被叫浪 什么都是我的理念 我的设计理念 理念是付诸四海皆准 没有不被任何人创生 而可以被不同的 不同时代认为不同的人 可以获得的那个东西 它是一个所有人 不经任何知识 就可以赖以交流的一个共识的平台 它大于任何人 这个东西是理性 所以科学本身在实验室的时候 做的工作不叫理性 而经过你大量实验以后 当你提出定理的时候 这东西叫理性 因为这个定理它不必再经由实证 所以理性它其实是一根实证 完全不同的 这个对理解很后面 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那么其实在哲学上 这个很重要 哲学人认为理性之光 可以照亮所有的人 在柏拉图那都不是能照亮所有的人 只能照亮极少数人 它直接从哲学上 就开始支持阶级社会 那么启蒙运动 它之所以被那么多人的关注 是它从哲学上提出 所有的人都能受到理性之光的照亮 所以其实启蒙用的蒙海 实际上是 是一经里面的一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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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叫开门 但它其实因为它 它略掉了这个照亮的这个 作为原本的这个动词 实际上会损失掉其中的一些含义 那么它意味着什么 一个人即使 即便没有知识 你不知道以前的事 当你被理性之光照耀的时候 你仍然能获得理性的力量 这个时候它开始去除了某些什么东西 理性相对的是成见 成见是什么呢 是一件事已经发生了被理知识 它实际上最显著代表什么 就是历史 所以 启蒙运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就是 开始让人开始怀疑和反思历史 因为它过去发生的时候 它是成见 而一旦理性可以越过一切你的知识 照亮你的时候 你不必有有对历史既往发生的事的任何的成见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力量 所以这个在哲学里面 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它最终导致了非常悲观的一个结论 因为一旦提出所有的人都可以平等的 接受理性之光的照耀 那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平等 而自由的 而自由一开始提出是想当然的 大家都开始非常的抗讨 但是既然理性是一个不被任何人创生 也不能被任何人改变 人只能把握他 认识他 和遵从他的时候 它导致了什么 宿命论 所以当哲学界突然发现 所有的人都可以平等的接受他 有可能后来自由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所有人都丧失了自己 因为所有人都只能接受理性而已 它最终导致了宿命论 其实使得整个哲学界 一度萎靡不振 直到哲学界出现了一个 奇采 叫做尼采 救了整个西方的主角 那这个不是我们学科里的事 我就真想当尼采 其实 后面我们会看到 现代主义奠基时期 建筑学 获得的启蒙运动的力量 主要来自于它的哲学 但是社会学 社会学 社会学基本上是一个 胡伦村早的学科 就是貌似什么都懂 但其实什么都不太懂 有点像建筑学 有点像我今天的建筑学 那么社会学突然 那哲学家对吧 那些就是 就是门多尔松啊 就是这些 哲学大家提醒 所有人都平等了 社会学马上接过了平等的大型 他用它提到 既然所有人都能被女性之光照样的话 那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它带来什么 消灭王权 因为过去 血统的不同 贵族其实它不只是有钱有权 它从血统上 它从认知上 都会被认为先天的就有客权 但是一旦启蒙运动以后 它消除了这个以后 貌似民主开始 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大规模的推广了 但是社会学是不懂哲学的 伦理学这时候就更糟糕了 提出一个东西叫真实 因为任何人不能创生和改变理性的话 那真实就会变得最重要 就会成为一个最有力量的东西 就教所有人都真实 所以最糟糕的建筑是继承的 是伦理学的 就认为真实的建筑就是好的建筑 对吧 那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 最真实的建筑是什么 就是烂肪 它半截烂在那儿 没有任何搜索公司 它是最真实的 但是它究竟好不好 而刚才我们看到 新科尔及之前 历代建筑大师所做的事 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建筑 它绝对就是 而同样这个事情 没有任何东西 绝对就是 至少没有人能够评断 那实际上 不管是社会学还是能力学里面 对启蒙运动的歪曲 被一个叫做编信的哲学家 很早就被揭发了 甚至启蒙运动的社会学还没有完全兴起的时候 编信就提出了一个建筑模型 但这个模型其实是一个社会模型 落实在建筑的一个实体里 叫做圆形监狱 它指出的是什么呢 传统的监狱是什么样的 中间是一个狱卒